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会和大家看看现在英国最新的民调情况 今天已经斩压到2月了 我每个月都会和大家跟进一下 而事实上Electral Calculus也出了最新的报告 1、2月距离今年大选时间不太多 最有可能举行大选的时间是今年11月 虽然不能排除可能性提早到5月 不过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相信这个机会仍然偏低 还是比较可能是去到11月才大选 不过11月也好 其实剩下的时间也是大半年 现在民调可能会赖到当时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或者即使有变化也未必改变结果 今天也会和大家看看民调包括Electral Calculus 仔细看他们的报告 不过我说这件事之前会和大家看回另一则新鲜热出炉的新闻 有个机构 委托了Focal Data进行了大型民调 这个机构的名字是Best for Britain Campaign Group 我上过去网站 也看到它有很多主张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考 他就给了Focal Data进行了民意调查 就访问了25,000个人 25,000个人 相当大规模的民调 一般来说都是一两千而已 你说到5,000以上已经是很大规模了 25,000就是巨型的民调 我问了几个问题 其中有个答案可能也是 不知道算不算惊人 这个数字 我们跟着就知道英国民心也是大约向这边 但是他似乎是第一个问题里面 一个比较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支持保守党还是工党 或者是自由民主党 而是问你想不想改变政府 For a change of government 意思就是说 不由保守党继续执政 这样的意思 没有说是工党还是自由民主党 还是改革党 没有问这个问题 主要这个问题就是问是否觉得要有一个政权的改变 其中63%的人就说应该要改变政府 就是说不想保守党政府就继续执政下去 这个超过了一半 而且接近三分之二 66.7%就是三分之二 因为63%是想改变政府 认为不应该改变的 很清楚地回答就是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你只剩下那些就是don't know 没有意见 就看到只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就是不想压力大选的时间 有个政府的改变 这个就是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是这样 而且它里面就是再仔细分开不同的族群的 包括年龄 跟年龄 跟年龄 去分 人工去分 看到就是说希望有个政府改变的 全部族群来说都是多过不想改变的 所以就是民心思辨去分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英国民心思辨 想有个政权的更日 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很正常的 通常就每个政党 执政一段时间的时候 之后就会通过定期选举 或者就是一些非定期 就是提早选举 都可能会改变 现在保守党就执政都可以说2010年开始 2010年到2015年期间就不是说只是保守党 当时就和自由民主党就是联合政府隔了几年 然后2015年那次大选保守党就赢了很多议席 所以就不需要再靠自由民主党 如果是2015年年计 就是9年 如果是2010年年计 就是14年 刚刚正正常常 其实很多地方 当这个政党执政太久都会想想 不如就试试给别人做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宗拜的理论 里面都是这样的情况 好 看看最新的民调 先看回维基科 白科上面 就是说这么多民意调查 最新的取向是什么 首先上面这张图就显示 那个趋势 其实都可以说 工党不是一直都保持领先的 其实2019年大选的时候 那时候很刺激的 就是落后保守党 差不多20个百分点 最惊人的时候 2020年刚刚疫情开始的时间 真的差距比较大 当时是保守党领先 大约20个百分点 疫情之后 出了不少问题 包括派对门 然后也不是说立刻差距比较落后做工党 一直都是保守党领先 死亡交叉点 就大约在2021年年底的时间 大约在这个时间 那时候应该是派对门开始爆出来了 也有不少的调查 民意就开始有个明显的转向 然后就去到2022年秋天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那时候肥波就下台 然后蔡惠斯和关浩廷 做了49天的政府 关浩廷没那么多 蔡惠斯做了49天 然后引爆英镑大跌 然后英国经济一决不振 这个时候 工党领先保守党就最夸张了 差不多就说了30个百分点 之后新维盛上台之后 就是那个收幅 那个差距就是收窄了 不过一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 看到工党就弹了上去 同一时间保守党就跌了下来 这个是趋势线 每个民调都有自己的方法 以及数据都是有点不同 所以就有个分布在这里 但是整体的趋势 看到工党也在升 保守党也在跌 看回我数字 看到最新的几个民调 都是持续 这个工党领先保守党 14个百分点或是以上 个别到24个百分点 主要就是跟他们的做法 取样的分别 真的差距多远 工党持续得到的支持率 都是去到百分之四十五 其实以任何地方来说 一个党去到百分之四十五 都是相当多的 虽然我也会批评一下 英国就是单议值单票 简单多数制 有时不太反映民意 不过如果真的 拿到选票去到百分之四十五 很难说他就真的不代表民意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比数 同一时间保守党的支持度 一直都是赔在百分之二十几 Delta Pol 通常比较高 比较百分之二十九 但其他Pol 通常低一点 如果你说最新的Ref & Wilton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两只差距到二十三个百分点 相差就相当之圆 跟着太太就是最新的 的一个调查 他就是做一个 根据不同的国会 选区 根据现在的民意调查 计算可以拿到多少职 这个就对于英国现在的单议值单票 简单多数制里面 很重要 因为在英国的制度里面 不是说你有多少民意 就拿到多少职 两个 看回最新的结果 预计 保守党最可能得到 那个议值的数目 只剩下126职 整个国会来说 650职 只剩下126职 就相当之少 同一时间 工党会赢到453职 另外第三党 就是自由民主党 有31职 这个是 Predicted Seeds 但也有下限和上限 保守党的上限 只有244 也过不了半 650除二 325 不过有几个人 不投票 新闻党 不出席 议会 来说 320 大约 但是保守党 就得244 即使是 比较高的 预测 不过半 反过来 工党 就算比较低 预测 3310 也过半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民意是持续的话 工党可以成为执政党的机会就相当高了 自由民主党一直都是第三大党 上次都输得几多 现在就是预测的最少有13席 最多有55席 现在是最新的情况 接着就要留意一下这个改革党 reform party 这个本来就是british party nagel farish 现在就是michael tais 就是他们去掌控的 他虽然得不到议席 但是预计他得到的支持票数 会去到百分之十点四 这个比排第3的自由民主党百分之九点八还要高一点 即是说他在全国很分散 得到很多人支持 百分之十左右 但是因为他的票数不集中 所以预计他得到的议席机会 最可能也是没有的 当然有可能他也会得到几席 如果要放到最高high six 就会去到九 但这个机会就不算很高 接着再看看这个绿党 现在只有Caroline Lucas 他现在就不再选了 而且虽然绿党的支持率也不低 百分之六点四 但因为在简单多数制下 拿的议席也不太多 现在这刻只有一个议席 但现在预计会有两个议席 就是培增 由一变二 但是也不是多很多 但是对于六党来说有些进步 也有机会可以去到三 但有机会就不算高了 接着就是苏格兰民族党 预测只剩18个议席 上次也有48个议席 这个主要就是受到苏格兰民族党内部 党管的问题 党政的问题影响比较大 其次就是因为工党在苏格兰也得到很多人支持 这个也讲讲地方政府 北外完全是另一个政治体系 传统的几个党都不是打得进去 虽然说保守党和DUP比较密切关系 但是也不是同一个党 而且其他党基本上好像比较独立 北外就是 威尔斯就从来都是工党的阵地 苏格兰的地方 以前有苏格兰民族党 现在都有 不过就是他上次就拿了很多议席 主要就是苏独公投那些 就是他们的主张 但是你说当地其实工党都有不少是小 所以现在预测 苏格兰民族党在理议的选举里面 就会失很多议席 接着还有威尔斯人党 预计会维持他们本来的两个议席 另外北外其实是没有特别计的 按照上次的2019年的数目 根据这些结果 就是工党取得大多数认席的机会是96% 另外4%不是保守党的 而是工党要和第三个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比较可能是自由民主党 相信就不会是苏格兰民族党 这个机会也很小 其实只有4% 作为最大党的机会 工党有99% 这个机会就相当高了 而这个是保守党可以作为最大党 成为最大党的机会只有1% 现在这刻的民意就是这样 再试一下看看 其实Electral Calculus今期也有一篇文章 The Labour is now the party of England 因为以往来说 英格兰的情况比较倾向于保守党多些 相对 但现在最新的民调就看到 工党在英格兰里面都会成为最多议席的党 这就是根据国会的效果 刚才看过 工党有96%的机会就会执政 接着想和大家介绍一下Electral Calculus上的图 挺好看的 看看不同的地区分佈 先看看Geographic 先看看O 这个就是将英国不同的选区 用颜色代表了比较可能取得选区的党 黄色就是苏格兰民族党 或者是威尔斯人党 同一个颜色没办法 藍色就是保守党 红色就是工党 橙色就是自由民主党 淡蓝色就是改革党 绿色就是绿党 这个图Geographic来说就是跟选区的 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就不太有代表性 因为选区可能很大 但人烟稀疏 其实去过议席就很少 如果纯粹看过面积 就很难看出一些端例 这里有分O和New O就是跟2019年的选区画界 如果跟最新 现在来到2024年大选区画界 按New那里 看到也有个分别 不过分别就不算很大 看到英格兰很多地方都是蓝色 不过就要介绍大家看这个 Cartographic 也就是说 不是用刚才看的地理分布 而是看不同的选区 Old那里用四格东西代表一个选区 它转了New之后 那张图的画法就改了一点 就变成了两格 这个就是两格 这个就是四格 我觉得新的就容易看一点 很容易看一点 因为一些东西好像清楚了一些 以前的好像太复杂了 而且也要介绍我这张图 这个很明显是英国的轮廓 这个东西就是北爱 这个就是由上到下 其实有些地方就是灰色的 灰色不是代表没有结果 而是代表它抽了出来 擺开了 因为那些是一些城市地方 那就是比较密集 你说在一起就很难画出来 所以分了出来画 最北边就有Glasgow 接着这个就是英国的北部都会 就是由西面的Liverpool 一直拉到Yorka,Lisa 当然有Manchester 在中间 东面最远就是当Caster 这一块就画在这一块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Niucastle 它的名字就是Tianware 然后再在中间这一部分就是 Bermingham的周边 这个画出来叫West Midlands 另外下面这个大咕窿就是伦敦 伦敦有个身形就画在这里 这就是旧的 就是2019年的选区画法 到了2024年的选区画法就变成这张图 就变成不是四届 就是每一个选区就用1成2 或者2成1的长方人去代表 我觉得就容易看了 那些颜色也是用回刚才的颜色 一样就是有北海在 另外大城市 例如Glasgow Niucastle的Tianware 分了出来 另外是北部都会 就是由Liverpool到Lis York 另外就是Bermingham和London 都画了出来 现在这个就是Election Results 看看2019年的选区结果 跟大家一起 不要眨眼 看看2024年最新的预测移植 登登登 全国江山一片红 这个是2019 这个就是2024 2019 2024 看到吗 差很远 似乎工党拿到大部分地区 议席的机会 根据Electro Calculics的计算 都是相当多的 在大城市里面 几乎都是工党的天地 包括伦敦 八明漢 Niucastle 即是北部都会 Liverpool 去到Doncastle 另外 Glasgow 虽然颜色不太深 也有变数 但是似乎偏红 多些 另外整个地方 就是在英格兰和威尔斯 大部分地区 都是红色为主 唯一就是英格兰的中部 东南部西南部 有些地方 是比较多 蓝色的 其他都是很个别的地方 才会去到蓝色 这是最新的情况 可以看看 整体来说 变得红的地区 是相当多的 曼虹从中1.6 看到吗 在预计也看到 有两个地方 是绿色的 难免的 Brighton 不奇 因为一向Brighton 都是绿党的大本型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Bristol Central 根据最新的计算 有机会 就会由绿党奪得Bristol Central 再看看姿势 看看Bristol Central的票数 上次其实也是工党的票数比较多 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六成 工党 就是六党 只有两成半左右 但是最新预测的票数 其实工党和绿党叮当码头 绿党稍微高 高了一个马臂 马臂毛 百分之四十点九 对百分之四十点八 但是如果你说Chance Winning 就很特别 反而工党就高一点 百分之五的一 对绿党的百分之四十九 当然了 去到竞争这么激烈的地方 怎么也要考虑一些策略性投票 包括Lib Dem 以及Conservative Reform 其实他们拿到移植机会 就近乎零了 那些选民 会不会改为 头工党和绿党呢 可能就决定 究竟Bristol Central 会不会由工党 就是逆手 过去绿党那里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 其实Bristol Central 在哪里就很小 真的是Bristol Central 你出了一点就不是了 这个大部分都是有钱点的地方 都挺贵的 这些楼价 也有不少的宅居 可能也对人口变化有不少的影响 这个稍后就知道了 香港人呢 我也知道 住Bristol Central 不过就不多 好笑而已 反而香港人住在Bristol 就住在另一个区 那叫Filted and Brightly Store 就顺手和大家看看 上次就是保守党赢50.8的票数 50.8的票数 就得到这个移植 这次呢 就危了 其实都不差 相对很多地方来说 都仍然有28的选票 不过同一时间 工党就会由上次36 升到48 所以跟着一个形势 工党赢得Filted and Brightly Store 这个机会就去到九成了 其他的Leap Dam Green和Reform 就是没什么希望的了 这个也是最新的情况 今天的节目就准备到这里 大家对于自己的区有什么意见 不妨在留言那里写下 那三个时间我都会和大家一起聊聊 说到这么多了 麻烦大家在早之前先按like 如果还没订阅护士频道 按个订阅仔了 拜拜